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云如 15号中午12点03分 正当大家准备要享用午餐的同时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6.2的强震 而深度仅有5.7公里 让不少民众都吓坏了 而其中花莲市重庆路上一间饭店 更传出有外墙崩落 砸中轿车的情形 索性无人伤亡 突如其来的巨大摇晃 伴随乒乓乓乓的掉落声 男子赶紧关上瓦斯拔腿就跑 五金行货架物品向喝醉酒摇摇晃晃 差一点就和地板亲密接触 地点来到花莲里渔滩 平静水面突然掀起大浪 花莲这间饭店外墙瓷砖哗啦哗啦掉下来 不偏不已砸中黑色轿车 目击民众看到吓得连跑带跳往后退 黑色轿车的挡风玻璃被碎石砸出破洞 挡风玻璃出现大片军裂 幸好没有造成伤亡 15号中午12点多地牛大翻身 地震规模6.2 花莲地区最大震度五弱 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我妈妈 我早时来的时候 她说如果地板就一直叫这个声音 地震就不会一直咬 我现在飞不开 我现在腿软软 我飞不开 靠马是要怎么走 幸好只是受到惊吓人 没有受伤 店里也没事 虽然台铁没有传出灾情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换连部分路段实施慢速行驶 复离到台东这一段 也是按三级来办理 也就是时速60公里的方式来行车 摊开气象局的气象报告 今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 已经达到12次 规模5到6则有61次 都突破了921以来的记录 除了921那一天 我们现在历史 我们记录上有记录上 规模发生6以上是最多的一年 气象局表示 未来三天内还可能会有 规模4以上的余震 还需要多加留意 不过台湾发生地震的频率 其实不算少见 花莲这位民众就超级淡定 花莲人很奇怪 记者赵宣徐 请欢迎报导